大家好,那咱们这次接着上一次的讲,也就是上一次的DataTable的应用来讲 我们还是看一下上次的代码 上次我们在写的时候是已经实现了测试用力的什么样,三条用力的迭代 但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判断了前面这种情况 也就是判断了它什么,出现了这个对话方情况 但是没出现了我们没有判断,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判断一步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判断一下,判断什么 如果说这个对话方没有出现 那这时候有什么可能,有可能就登陆成功了 这是正常的一个可能,是不是 那登陆成功应该怎么判断 一幅什么,一幅我们的什么窗口 对,window这个窗口如果它存在的话 如果它存在的话,那说明什么 我们有可能登陆成功,但是它出现也不一定代表你成功了 有可能我输入错误用力或密码,它也登陆成功了 甚至还要判断什么,当前的测试用力是不是正确了 这条测试用力 那怎么去判断当前的测试用力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在设计测试用力的时候大家就看到 刚才已经应该注意到了 我已经把正确的用力是放在最后一条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办了,好办在哪呢 如果当前执行的测试用力等于用力的总行数 是不是就认为 所以当前执行的测试用力的行数已经等于总行数 那是不是就认为什么 你是最后一条正确了,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要获取当前测试用力的什么样 运行ID,对不对 所以说Curemt ID,它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deletable.get c action1 然后呢,点get什么样 Current称入 接下来看看什么样 假 是不是等于我们什么样 总行数 如果是 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测试通过了 就把这句话就要copy过来了,对不对 我们的执行是蛮pass的,是不是 如果不是呢 而是什么 好,这里面呢我们就写个新的东西了 叫report 包括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错误的事件 这个地方是表示的是测试什么 名册 比方说我们写英文的 flite log in test 好 后面更什么 我们可以写的中文 这个地方是什么 也就是什么 错误的 错误用户名和密码 什么样 登录什么样 成功 对吧 错误的用户名和密码居然登录成功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不行 这就不行 那么如果是这个窗口不存在呢 这个窗口不存在呢 也就是成功登录以后的窗口也不存在呢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报告一个什么呀 事件 报告事件 什么事件 也是错误的事件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不会有变化的 这是不做名称吗 后面这个就不一样了 是什么 是系统 无向一 对不对 什么叫系统无向一 就是说你输入以后没有密码点 OK以后什么 没这么反应 对不对 他也没有出现那个提示 也没有什么 登录成功 对吧 好 那么如果说 刚才这里面有个问题 如果说你是成功登录的 那我们这里面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什么 把成功登录以后进去的那个界面窗口 要什么呀 关掉了 对不对 要退出嘛 是吧 点 点Close 对吧 关闭 好 我们来保存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 运行一下看看 这个就是在业务逻辑上面做了一些什么 新的调整 新的调整 好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查看一下 全部展开 看新看数据 你看 fail pass 这个没有问题了 再看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 report好像都没出现吧 是不是 report好像都没出现 确实是吗 是登录成功的吗 那这个呢 就是在上次的代码上 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不过这段代码大家也能发现 其实 你说从功能测试 功试试来讲的话 刚才这个login登录这个功能 其实几项工具都出完了 是不是 可是你要写代码 你也得要写即时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 自动化测试就跟大家讲到了 自动化测试不一定能给你带来效果 如果说你不是那种重复的 投入的时间精力 比较大的 我真不建议大家做自动化测试 而且呢 如果说你的测试需求发展变化 你这些代码可能都有调整 想写出一个符合 符合这个公司整个项目 或者基本不变的 能够通用去非常好的 这个自动化测试宽展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呢 通过这个上次课和这次课的 这个代码的练习 大家呢 也能够理解 在UFT当中 实施自动化测试的一个过程 而且像咱们这里面实现了 已经把测试数据和我们的脚本 已经分离了 使用DataTable 什么Import的方法 导进来的 甚至于我们最后做完了 还可以把车子结果导出去 那么我们试一下 在最后每一段 加上DataTable 点什么导出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吧 好 然后呢 跟它的名字 我们写一下试试看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我们还可以把结果导出来 这样做的相当来就更什么 更便捷 测试数据和测试结果 完全跟我们怎么脚本分离开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ika是不是生成了TensorResult 大家可以看一下 Xie 我们看一下 Xie 咦 我们看一下 诶 是不是结果了 我大概看一下 我看一下 把X型1导到这个里面来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 好 我改一下代码 我把这个地方改掉了 大家看一下 改完了以后的话 就可以导了 这个是把整个表都导出来 我们再执行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从X型导入测试用力 然后最终把测试结果导出去 那这样其实就实现了测试脚本和我们什么 测试结果之间的一个什么 测试脚本和测试用力之间的一个什么 数据分离 大家看一下 可以导出来 这就实现了一个自动化测试的过程 所以朋友们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自动化来学习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码 也做一个检查 这些东西呢 基本的代码在VBS编程当中已经都讲过了 只不过这个你可以跟我们的UFT整合了 所以大家能花点时间多练习一下 多练习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后面的话呢 就会讲一些关于UFT一些相对来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应用 这个主要是为了后面的这个自动化成熟框架做准备的 OK咱们这次个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各位 好